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進擊的巨人》的第二節 我們第一節說了這部電影的反應,反應不一 反應不一,其實對於我來說,我覺得他這次出得少 那些叫震撼的東西不算很多,但我知道他想說什麼 預測他說什麼,所以也很期待第二集來 因為第二集,其實我最喜歡的不是一個導演 我最喜歡的就是那一篇劇 因為他拍攝的時候寫《二十世紀少年》和《奸時》是很厲害的 而且他抓到一件事,就是整個日本這些漫畫文化的,你可以說成長的 所以每一部漫畫到最終,他們都認為會變成真人版 那篇劇是漫畫漫畫? 是的,整篇劇是漫畫世代 這些就不說了,因為這不是那麼容易吸引 但是我覺得在《進擊的人》就很值得跟大家說 他裡面有很多日本的,有很多二流文化的引發出來 就是那種趣味 令到很多人都會覺得過癮的聲音 還有包括有很多很重要的文化 首先說到一樣,就是《友情直覺》 你《Will 》已經出了 立即看完之後畫這些東西出來 那你就說一下為什麼你會看完《進擊的巨人》 還有你畫這些東西出來,你好像分明想說 拿著這個項目去騷擾一下小鈴 那你就說一下,為什麼你會引發你去《進擊的巨人》 令到你會想起這些叫做日本特殊片 其實不關於這次的電影相似 雖然這次的電影感覺的風格也很特殊片 但是我看《動畫版》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想起巨人的象徵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不是那麼簡單 像我們以前看一些神話片說的世界巨人 我反而就想起日本… 神話名? 不是太相似 雖然它的背景很中古那種 原著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十七、十八世紀 工業革命的那時候 應該是 但我的感覺是,其實它是很日本人的一種 其實是以前我們看《超人我》那種情義傑 因為我感覺它裡面有很多… 譬如好像一個角色上 即是艾倫那樣 其實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艾倫是會變巨人的 會看漫畫、動畫都知道 我的感覺就是 究竟它變巨人這件事 其實為什麼這麼像 我們實在看以前的《吉田》 變超人的感覺 因為它也是由一個很人形的角色 變成一個巨大化之後的… 你可以稱為英雄 即當時來說 還有它會跟其他巨人對打的時候 幾乎可以說 像我們小時候看《超人打怪獸》的感覺 已經是… 因為以前《超人打怪獸》 是好笑的地方 是逃手的 完全是搏擊 你發覺 又會釋放獎 到最後 通常臨到尾 紅燈亮起 開始才出招 原來射完那一招死光 便要下班 變成一個感覺 其實我覺得相似 而且看到那些調查兵團 都好像我們看地球保衛隊 他們那時候那班 你發覺他們會拿著槍 就這樣射那些怪獸 但… 這些… 完全不合比例 你發覺 好像他們用立體機動裝置 那個方法 即是用人去搏擊巨人那種 而不是用一些科技 或者火炮 他們不太靠這件事 你看到 即是用這個來引發 其實有那個… 我想很多的粉絲都看到這個項目 是他們那些特殊片 其實那些特殊片 那些項目就看了出來 埋身肉薄 對,埋身肉薄 而且… 因為… 我們也找回一些東西 如果你說特殊片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經典 這套… 你有沒有看過 大魔神 看電影有沒有看過 但見過一些照片 有兩集的 都做過 香港那時候都有做的 大魔神 他撥開… 撥開過水場 這個… 有沒有看過大魔神 現在我覺得 在馬馬版 大魔神的這個… 這個… 這個意象不算那麼明顯 但是電影版 就很明顯 尋湧那些… 是… 是… 他因為… 這個… 你會看到電影版裡面 他張… 整個故事 你剛才說 他沒有觸碰到神話 其實不是的 有觸碰到神話 尤其是日本那種神話 即是… 旭日神話那些 旭日… 我們想起一個漫畫家 他以前也有畫過一些叫做巨人魔 那個故事 那個又遲些說 因為… 那個巨人魔 我就真的很慘 想找到的資料 是找不到的 那個演員… 不是… 那個漫畫 還有那個… 漫畫家 他最近的作品 例如心宵… 心宵… 心夜食堂 心宵食堂 或者很多其他東西 其實… 都是這個劇畫 大師 他之前的那些作品 是要再將它延伸下來的 但是這些… 可能太過複雜 或者大家也找不到的資料 就不說 我想問一下… 喂… 喵喵 你對日本二流的文化都很熟 這部戲 你看到他碰到什麼二流文化 你覺不覺得他… 或者… 可能有一件事 我想一些有趣的 不要… 不要… 我覺得是第四節的角度 是… 就是講為何那些巨人沒有性器 看又怎樣… 嘶… 不要這麼快說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過癮的… 漫畫都已經出了一個… 一個大家想的問題 除了… 跟性有關 因為電影是很加強的 是跟性有關的東西 還有些什麼… 因為日本的性文化是相當之特別的 是… 證人… 很多時候的節禮裡面 那裡也會有那種性的節日 也會有些牽涉下去 除了那些東西之外 你… 你覺得他裡面還有些什麼 是… 碰到那些日本那些… 這些叫意識的文化呢 哪類意識 二流的文化呢 多不多呢 多不多啊 是啊 我覺得又不是… 又不是太多 即是你不會引申那個… 覺得他有很多那些東西 我也不會 我只是覺得他裡面… 這套戲呢 美術我也覺得要讚他 為甚麼呢 我覺得他的衣服很漂亮 為甚麼漂亮呢 即是可能我喜歡這類衣服 為甚麼你會這麼喜歡呢 為甚麼呢 沒有很多解 即是穿衣服的口味不同 不是 他之前在村裡全部都是麻質的 是 他的層次感很重 是啊 那是很棒的 我覺得很喜歡 他的服裝設計很厲害 所以我要讚他 真的很漂亮 我想這套戲和原著很大分別 因為原著剛才說 是一個比較中古的時代 但這套戲很明顯是一個近未來 很明顯是… 你可以說 我不是說笑 不是甚麼 我覺得他也有一種直覺 他認為現在有很多大城市 會有這些爆炸的事件 嘩 現在都爆炸了 是的 他們最怕福島 福島的事件和東京的事件 是很容易變成廢墟 所以他現在做的那個… 他們那個世界呢 端島的世界呢 端島的世界呢 端島的牌呢 軍藍島的牌呢 那個呢 是有一種預言性在這裡 如果這個時刻呢 有多幾個地方引起這種爆炸 現在他那天叫化學爆炸 是 化學災難死人為的爆炸 是的 那麼加上天災加上盛 你會看到呢 他現在新版的這個地方 那些議像呢 軍藍島去拍的那種這樣的影像呢 就出現了 這個是我覺得他在… 這個概念是很… 很…很特別的概念 他改動呢 就是將那個故事呢 是由一個叫做… 他看到他裡面說的是 其實一個叫做工商業的 後工商革命的世界 嗯… 所以他開始這個呢 慢慢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 那個作者呢 是捉了那種叫做工商業的 那個… 是革命工業的那時期 嗯… 十八世紀的那個開頭 麗明編 那麼他這個呢 電影版那個呢 就開始就變了那個 就叫做末日編 嗯… 因為他說 你不要看這個故事是 好像一種叫超現實的地方 一個虛擬的世界 他說那個工商世界 你看法國他… 電影都說過的東西 工業區那些他要退過去 他電影裡面有個… 有個圖的嘛 那些人要一直向裡面走 那些巨人進來 是的 那麼他… 所以你會看到呢 這個… 他的想法那時候呢 就一定是跟那個… 那個形作者溝通到呢 是… 將整個故事 就算你說好不好看 其中一個原因 是… 他要升級 將這部電影 或者這個故事 變成有個卡食 總之你可能在娛樂方面 你說我只是尋開心而已 但其實有人夠的 因為他… 總之… 現在的票房一得 就可以很多人看 你看不明白呢 粉絲看兩次 他都已經值回票價 賺回成本 不是粉絲也看了兩次 是的 即是尋開心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 求上進 是的 將整個故事的性格 利用電影性格 是其中一種 我的日本朋友 我看完之後 就說 那個編劇 其實是加了一種元素 進去電影裡 是的 就是暗示 即是地球的災難 那樣東西 是人類自己拿來衰的 哦 即是有這個暗示進去 是的 即是那個就是 你那些日本朋友 這個關鍵 反而漫畫就沒有那麼濃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他 他叫做有一個 因為你電影 無論你 就算你怎樣拍 你沒有主題也好 但你也要歸納一個說法 是的 那就要歸納一個說法 是的 咦 你沒話說 我以為你很多話說 那些人是人生 我回第四集再說 不過呢 如果你沒話說的時候 我就或者說說 其中有一個項目 來看這個 《進擊的巨人》 尤其是那些巨人 是 我覺得他在電影 這個只能夠在電影版上做得到 嗯 他做出來 我也在其他節目 在電影的時候 我都說了 他說他那個 整個 他找的那些演員 都 你看《進擊》 都覺得很清楚 很特別的 當是找精子來找的 全部是運動細胞很強的 那些演員 他要抓他的動作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他又有運動員 又有什麼 總之 他要走路的方式 是有不同的 而他將他變大了之後 好像你這些 超人怪獸的時候 他就是做怪獸的版 所以他做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動作 他處理的時候 他又用一些很慢鏡 還有一些角度 就像 用養視的角度 好像我們的普通人 看上去是巨人種 雖然你會覺得那個像黃晶 有人這樣說 其中有一個是 就是那個巨人 那個 那個之外 他裡面 你會看到 他整班都是叫精子 因為精子 那個演員 都是很厲害 就是他那種動作 其實他在日本 有一種舞蹈的特色 這個不是日本爆出來的 這個就是 以前上世紀 叫做靈魂舞 你們有沒有玩過靈魂舞 靈魂舞 就是 Duncan 鄧肯 陳寶珠跳那些 陳寶珠跳那些 那些不是靈魂舞 那些雙方的叫做 靈魂舞 靈魂舞 他會捉 那種舞蹈 裡面 有很多動態 其實是來於你的肢體的根源 你很喜歡那套日本電影 那套叫做 自生修司那些 還沒有玩靈魂舞 我給了一些叫做 進擊的巨人 那些 給大家看 大家覺得 他這一個戲 裡面的巨人 就好像 這一部 怎麼突然之間 那麼扯 不是 剛才看了 你有沒有看到 這麼奇怪 好像日本那些 土著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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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 都會用類似的姿勢 造型 我們剛才找這個網頁的神 其實有很多 那些 現在找出來了 這個 如果是香港 喜歡去看跳舞 或者是 學那些 暗黑舞蹈 那些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這些 這個舞蹈團 他來過香港最少兩次 因為我也看過 兩次的節目 是 白虎射 有沒有看過 網上看過 這種叫做暗黑舞蹈 那 這個白虎射 那些舞 就是 全部 都是 他用那些舞 就是 那些 扯筋的舞 所以 那些動作 很古怪 扯筋的舞 還有一個叫 總之 他就是會做一個人的肢體的極限 有時候 扯的身體 扯到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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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的的姿態 這個就是當時貞子的演員,他是一個高手 他特意找他做的就是在井上出網 那些就是這種暗黑舞踏 如果沒看過這些舞的朋友,你上網找出來看 他其實是很厲害的,國際知名 亦有一個叫大陸陀艦,也是一些很著名的舞蹈團 都來過香港的 大陸陀艦的艦長,叫赤摩爾 他拍過很多電影,摩折爾 這部電影他也有出場的 《進擊的巨人》 即是他告訴你,有這件事在這裡 這個如果你有看過這些舞蹈的那些朋友 你進去看《進擊的巨人》 你一出來的時候,你就立刻都覺得 你了,這些東西來的 還有,你都已經有種明白到 原來他的故事是講日本的 在日本文化在底有種魔性 或者那種,你可以說不是魔性 而是根性 根基,就是這樣 比如有時候有些人跳舞 我們台灣的基童 跳舞的時候,神達那些 都是跟這些有關 不過你變成舞,就是有技巧 但是有時候你上身,神達那些 你會看到有些動靜 跟這些巨人都相似 即是出來的時候,會看到有些動靜 像標同的那些 對,像上身 標同的感覺 這個你可以說是他引申出來的一種概念 究竟這種概念,他是不是這麼直接去做 他未必是這麼有理性,這麼直接去做 不過,因為他們有這個構造 而這些人呢 因為現在他搞這個電影 最重要的是,他們想找整個構思 就是說,《進擊的巨人》的真人版 連他的原作者也一樣 就是將它裡面變成了日本的文化 其實那些很多根源的,都說了出來的 所以呢 他也都,初初他找到告白 那個導演 我第三次,我找到他的名字出來 不好意思,就這麼說 中島不知道是什麼鬼 厲害的 曲什麼 他是厲害的 他拍這個,其實大家都如果聽到他拍 很寄望的 因為他也是很懂得掌握這種文化 是的 那你或者找那個中根人都可以的 就是那個桃花女,什麼那個柚都可以的 那你去找這個呢 都可以 因為這個,Wills一看就會熟很多了 就是這個特色片的,現在的主將來的 所以他裡面就有很多這些有趣的文化 那我想呢 尤其是講巨人呢 還有一樣東西,我還沒講 他跟巨神兵,宮崎進的巨神兵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不過這個呢 我覺得留在第三節 再說 巨人 中島節 是的,可以而已 厲害 有手機有一個好處 不過這些就叫做很普遍的資訊 你就立刻查到 但你再多一些的東西就查不到 你查一下 佐藤龍夫的巨人魔 好,看看有沒有 如果找到呢 那就可以給大家看看 好,我們下一節專講 過癮了 進擊的巨人呢 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 巨人很過癮的 呵呵 謝謝 安,謝謝 敲藏